麵攤冷冷清清 以往生意好到下下叫高齡中毒案 造成冷人喪命后 面殿老板直探宣意门可罗雀 本市有差一点 最大的差别就是板条 几乎剩一层 有吃啊 担心就不敢吃了 板条没有问题啊 又好吃啊 是保存的问题 还是有民众不怕 因为专家点出像米粉 果条 盒粉等 实施面食 没完后立刻回家放冰箱冷藏 保存不要超过三天 米类的制品 如果保存不大 或者存放的时间过久 有发酸的味道 或者有发炎的状态 建议就是及早丢入回收 米酵菌酸生存环境有两条件 设施22到33度 酸减值中性 含盐量低于2%以下 繁殖一到两天毒素分量 就有可能致命 不过要如何预防 专家提出五个方法 白木耳或黑木耳 应该放在冰箱中浸泡 对所有食品接触表面进行消毒 避免在家中发酵玉米或椰浆产品 若要自行发酵 应该添加柠檬汁或醋 如果出现说高烧不退 然后意识昏迷 然后或者说小病量变少 就要赶快送医 中毒潜伏期 大约是20分钟至12小时 少数病人是一到两天 若是急性肠胃炎 甚至会伴随多重器官衰竭 民众只能防患未然 记者众长安 郭一轩 台北采访报道 保龄食安防爆延烧 30号累计中毒病例28人 两人死亡 5人还在家户病房 其中一人脑病变抢救中 未复不公布最新检测结果 两名死亡个案及6名住院患者 体内全都检出米酵菌酸全份 不过 果条 还有就是它的香蓝叶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再来米粉 这三样米酵菌酸是阴性 郡重来源成为谜团 毒专家赵明慧分析 这回中毒病患共通点 是吃了河粉及果条 不过如果是这类食品都有问题 就不会只限于一家保龄茶室 流行病学专家何明湘也说 中毒事件目前看来是保龄独有 食材如果太愁 食火没放冰箱都有风险 最大的影响因素 恐怕就在环境 医师认为米酵菌酸 其实不易生长 要满足蔗糖胺基酸 纤维素的环境 一整盘的熟食 被放置一段期间 恐怕更容易满足条件 而最新一起中毒案例 一名30岁女性 在保龄食用马来西亚传统肉类料理 咖喱人当 也没食用到果条 相关性比较高的就是这个果条 香兰叶的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米粉 再来米粉 那后续这些所谓调味料 这些东西都还在验 北市卫生局也针对百货美食街 使9家业者发动击查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 保龄囤积食材 则是有消息指出 店内最新一次进货日为23日 平常包含生的果条与油面 案件持续调查保龄负责人理访宣 也在19号复讯结束 鞠躬斗欠超达14秒 期判平息外界怒火 在杨桥网一厅特别报道 素食龟丫条豆皮香菜点缀 干吃或是煮盛汤都OK 但龟丫条因为保龄查试案 引发恐慌 在彰化也有人疑似吃完身体不适 一名医师21日与太太 到彰化园林一间素食小吃店 点了碗龟丫条 他疑似吃完胃不舒服 虽然没有恶心呕吐或腹泻 但第二天醒来也没改善 全身虚弱 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吃坏肚子 不敢大意赶快通报卫生局 目前民众已经返回北部住家 所以我们已经联系到民众前往医院救医 本局会持续追踪 回到遭指控的店家老板喊冤 这间贵了我们已经用40 还是我们在地的就对了 对啊 放隔壁让我们变地 我们要煮 要煮 所以我们叫的都很少 而保龄查试案米酵酸来源还没厘清 中华民国餐盒同业工会开出第一枪 家长希望说是不是现在有一月食材先不要用 所以我们也进行菜色的一个更换 台北市景美国小也随即发出公告 在四月十二日以前 暂停供应硅压调予年高 家总七所学校停用 影响五千人 台南市则请各校警设使用 出事情的人不是都吃同样的东西 所以他是不是有酌料 酥啦 那都发酵食品 那里面都有可能存在 全台关注保龄案 是不是硅压调出包 真相还没出炉前 许多人保险为上 拒持先 记者中华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